别看你们五年 但是我相信 你们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沟通 你们俩各自落泪 可落的都不是一件事 都在为自己落泪 男方本身其实不具备 现在给彩礼的实力 借要给你 女方 钱好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吗 钱只能说明你自己 给自己标的价 你觉得这个男孩可能随时会离开你 你可能只能是通过 一些极端的方式来抓住他 他是有过一次暧昧的行为 你始终给他不信任 情侣之间缺乏沟通 自信 不信任 孩子好好想一想 想一想问题出在哪 安全感是这么要来的吗 男孩 委屈吧 没有自由吧 但是你咎由自取呀 改变自己 你能让他感觉到安全 这种远距离 觉得你也是 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的安全 好吗 解决沟通自信不信任 我觉得自然安全就来了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